今天咱们学习吉,先看一段陈胜的故事 陈胜才能不吉众人,有祸吉身,异味吉瓜乃起,吉大楚利,乡人呼其小名 陈下曰,君穷困之壮,吉贫贱之事,吉金不一扬 愿吉其去之时,杀之,吉乡人车,杀之 这吉来吉去的,没关系,咱们一会儿就明白他们的意思了 从自行看,吉是个会议字,好像一个人在前面奔跑,另一个人在后面追赶 终于赶上那个人,并用手把他抓住 由此可知,吉的本意是追上赶上 左边最后一行,吉乡人车,杀之,就是追上老乡的车,把老乡杀掉 这都发生了什么,连老乡都要杀掉 咱们不忙,从头慢慢看 吉由具体动作的赶上,抽象为赶得上,比得上 如君美甚,虚公何能及君也 意思是,您漂亮极了,虚公哪能比得上您呢 这马屁拍的,还是左边第一行比较实在 陈胜才能不及中人 中人是指一般人,吉就是比得上 陈胜的才能都比不上一般的人 赶的结果就是道达,所以吉引申为道、智 如赤壁之战中,终于采用了火攻 烧进北船,沿吉岸上营落 意思是,把曹操的战船全部烧着,并蔓延到岸上的军营 左边第六行,吉金不移阳 这个吉也是道,至 就是说,到今天不移宣扬 啥玩意儿不移宣扬,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 刚才说吉本意是赶上 赶上的结果也可以是触吉射吉 如,此其尽者祸及身,原者及其子孙 意思是,他们当中祸患来得早的,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祸患来得晚的,就牵连到子孙头上 左边第二行,有祸及身 也是说,有祸是波及到自己身上 上边说了吉的四个识词含义 而吉的道、至这个含义虚化以后 就成了戒词,表示动作的时间 意思是,趁着到什么什么时候 左边第四行和第七行都用到了吉的这个戒词含义 第四行,吉大楚力,乡人呼其小名 是说,等到大楚建立时,老乡还叫陈胜的小名 第七行,愿吉其去之时,杀旨 是陈胜的臣子说,希望趁老乡离开的时候杀掉他 真相终于大白了 老乡原来是因为叫了已经称王的陈胜的小名 才惨遭杀害的,可是核心原因到底是啥 第五行给出了答案 陈下曰,君穷困之壮,吉贫贱之事 这很容易看出来,吉是连词和的意思 这就是吉的另一个虚词含义 表并列的连词和并 结合咱们说过的第六行 整个意思是说,陈下说 陛下穷困的情状和贫贱时候的事情 到今天不宜宣扬 老乡就因此而死啊 吉除了上边本身的意思之外 还有很多复合词 左边第三行就用到了一个 义为吉瓜,乃起 吉瓜本指到了瓜熟季节 后用于比喻约定期满 义就是扶劳义 起义是指起义 这就是说,陈胜扶劳义还没期满 就起义了 另外,吉地指科举考试考中 吉贯指古代男子二十岁成年 吉吉指古代女子十五岁成年 冠是帽子,吉是树发的簪子 吉的意思咱们就学完了 总结一下吧 吉的本意是追上赶上 抽象为赶得上比得上 又引申为道,至和触及,射及两个含义 上面的吉都是识词 吉还有虚词含义 能做介词和连词 吉做介词时表示动作的时间 是趁着或等什么什么时候的意思 吉做连词时表并列和并的意思 此外,咱们还学了四个常用复合词 吉瓜,约定七马 吉地,考取功名 吉贯,男子成年 和吉姬,女子成年 总结完了,清楚吧 陈胜的故事令人唏嘘 他称王后 仅仅因为老乡叫了他的小名 就把老乡杀了 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告诉我们 呃,他的小名得有多寒碜呢 好了,快去答题抢金币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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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